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0月3号 在上个视频,我演示了我的华为P50 Pro麒麟9000芯片 在最新的鸿蒙4.0系统和华为的MatePad Pro 10.8 就是麒麟990芯片的鸿蒙3.0系统安装接没死的过程 收到的反馈非常的多,我实在没经历一一回复 所以就再做一期视频来专门讲讲大家安装接没死所遇到的问题 以及处理方案 开始之前,来看一下我的华为手机就是鸿蒙4.0安装接没死的现状和效果 华为平板就不看了,因为鸿蒙3.0的系统 用什么方法来安装接没死都能成功 而且基本上都不会有弹窗爆出这些问题 我这台P50Pro鸿蒙4.0目前安装接没死使用已经稳定有半个月了 总结下来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我这台鸿蒙4.0的P50Pro上的Play商店运行是完全正常 可以看到更新的应用,我全部更新有9个 然后这个Chrome正在更新,其他的还在等待 打开运行,完全正常 第二个是没有任何的报错和未认证的弹窗 看一下我的这个通知 没有这个报错和弹窗 第三个是接没死相关的组件 在后台已经升级了很多遍了 但整个接没死相关的组件都依然可用 这里我打开应用管理 跟之前的玩件进行对比一下 这里要点击右上角显示系统程序 然后输入GOO 打开Google Play服务 可以看到我们之前安装的最新版的Google Play service 是23.31.16 而现在我的手机里的版本已经自动更新为23.35.15 再来看Google Play商店的版本 之前的版本是37.1.22 现在的版本是37.7.19 也已经在后台自动更新了好几个版本 GMS组件的自动升级是系统级别的 你任何人为的那个禁用联网的手段对它都没有用 也就是说只要你没有解决这个报错和未认证弹窗的问题 即便你当时安装这个Play商店运行是正常的 那么过不了多久 它自动升级之后就又不可以用了 第四个 我的FCM通知都是正常的 也就是说所有谷歌的组件的通知都是正常的 可以看一下通知栏里面 谷歌的安装 谷歌的通知 以及邮件的通知都是正常的 要检查FCM通知是不是正常 我们可以在拨号的界面输入 新景星景426景星景星 如果这里显示是Server Connected 那表示你的FCM通知就是正常的 显示为其他的都是不正常 这里测试一下 Gmail邮箱的通知是否正常 就是给我的Gmail邮箱发一封邮件 打开通知栏 可以看到这封邮件在通知栏已经有了显示 第五个 应用分身和饮食空间打开都正常 这个当然是在安装了Gmail室之后 再打开的 如果要开饮食空间 这里有个坑非常的大 就是你进入饮食空间之后 会有谷歌Play服务和谷歌Play商店 你要去把谷歌Play服务和谷歌Play商店的话 卸载掉 否则的话它就会弹窗和爆出 还会影响你的主空间 第六个 第六个 除了谷歌Play商店 谷歌的其他的服务和APP 大多数 绝大多数都是可以用的 比如这个谷歌 然后地图 有人说定位不可用 这里再试一下 直接点定位 它这边说要移动楼盘 不管它 你看定位也是正常的 好 再看这个Gmail就不用讲了 刚才通知都收到了 然后相册 也没问题 这个是谷歌的验证码 录屏录不到 再来看谷歌的地球 这个因为更新了 所以它会有一个提示 也是没问题的 因为是正常的 那目前唯一的问题呢 就是谷歌Play商店里面 关于里面 它是设备未通过认证 目前发现这个影响呢 就是谷歌Pay 以及谷歌的钱包 是打不开的 用不了 网上曾经有教材说 通过Device ID之类的APP 拿到这个GSF的框架的ID 然后到谷歌的官网上去注册 可以解决这个未认证设备的问题 那我试过了 在鸿蒙的设备上是不行的 你可以看一下 我这边已经注册了好多个ID了 根本就没用 这个地球上关于鸿蒙4.0设备 安装接美史的教程 我基本上都试过了一遍 最完美的 我估计也就是到我这个效果 有的可能还不行 对吧 有的是接SF的框架 还是低版本 它不敢升级 当然有谁发现 能够解决关于里面 未认证设备这个问题 麻烦通知我去膜拜一下 好 这边我基本上看完了 所有平台的评论 大家遇到的问题 我整理了一下 第一个问题是 备份恢复 没有从本地存种恢复 或者 备份文件出错 也觉得主要是两个 第一个就看一下这个系统时间 你是不是已经修改到2019年的12月份 12月1日 这个如果不行 可以整月整月往前推 比如说改成11月1日 10月1日 9月1日 这样 第二步解决呢 就是要确定备份文件 是解压到正确的位置 然后删除手机内的备份文件 重新复制一下 那这个备份的正确的位置 第一次是在华为 然后backup 实在不行 你就把整个华为这个文件夹删掉 重新复制一次 第二个问题是 我们打开谷歌服务助手的时候提示 当前站不支持该设备 那这个呢 应该是最新的华为平板 暂时是无解的 那么就等以后看这个谷歌服务助手 它会不会更新新的版本 还有网友遇到问题是谷歌助手下载异常 这个其实不用解决 提示下载异常是正常的 不要管 你只要看到那个激活谷歌服务助手就可以了 然后你点击那个激活按那个步骤提示下去就可以了 第四个问题是打开macbook机 然后执行account的时候 他会提示和谷歌服务器的通信问题 那这个问题的我也遇到过 那解决了就是第一个的要确定那个手机网络是可以访问谷歌.com 要全程可以访问了 第二个来就是谷歌服务助手的没有激活 你要返回上一步去重新激活 如果激活不了的话 你要重置你的设备 重新来 第五个遇到的问题的就是执行ADB BAT报各种错 那这个解决呢 就是第一个你手机要确定是打开了开发者模式 第二个手机确定打开了ADB的调试 第三个呢 确定你这个手机和电脑的USB连接是正常的 那么最后一个呢 你就去华为的官网上去下载一下华为手机的连接助手 安装好之后再执行ADB.BAT 应该就可以了 第六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就是 安装APK的时候 它会提示有更新的版本 安装不了 那你明明就说没有更新的版本 它也这么提示 那实际上这个解决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系统如果之前是安装过接没死的 你要卸载干净之后再试 第二个 这一个问题其实我遇到过 就是开启了应用分身和饮食空间 那你必须要把它关掉 然后再试 第三个如果还不行呢 你就恢复出场模式之后 重新再试一遍 第七个问题呢 就是通知栏不断的坦窗 设备未获得Play保护机制的认证 这个解决其实很简单 3.0应该不会出现 如果出现的话也按这个执行就行了 一般是4.0出现的 那么就执行上期视频当中的20步 就是手机USB连接电脑 然后打开开发模式和那个ADB调试 然后在电脑上执行ADB.BAT 停用GSF框架就可以了 第八个问题就是谷歌Play商店是无法运行 然后也是提示这个设备未经保护机制认证 那这个解决呢 就是你要把新版的谷歌Play服务和谷歌Play商店都给它卸载掉 然后你要安装旧版本的就是4号和7号APK 谷歌Play服务和谷歌商店 然后再按我上期视频往下走就可以了 好 最后一个问题 也是我们遇到的最多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谷歌Play商店根本就无法运行 然后提示从服务器检索信息出错 这个问题其实我也遇到过 我是解决掉了 好 看一下解决办法 第一步就是我们把地区改为美国 在系统和更新 然后语言和输入法 然后语言和地区 然后这个当前地区改成美国就可以了 然后你就花几分钟的时间去反复的去刷这个Play商店 如果不行呢 再走下一步 第二步呢 就是在应用启动管理里面 然后点击右上角 显示系统程序 然后搜索GOO 然后把谷歌的关键应用和组件全部改为手动 那把这三项全部改为启动 全部完成之后再去刷这个Play商店看出不出的来 如果还是包出来 如果还是包出来 往下一步 第三步呢就是我们找到这个谷歌服务框架 然后点进去 然后给它启用 再去反复刷这个Play商店看行不行 如果行了呢 又要通过ADBAT禁用这个GSF 如果不行呢 再往下一步 第四步就是把谷歌服务框架 谷歌Play服务和谷歌Play商店去清空缓存 清空数据 然后反复去刷这个Play商店看行不行 不行呢 就下一步 把手机重启一下 然后再反复去刷这个Play商店看行不行 如果成功了呢 就要再次通过ADB.BAT去禁用这个谷歌服务框架 不行呢 下一步 如果还搞不定的话 你要么就是重置系统之后再来一遍 或者呢 就用一个替代的尺度的方案 因为你的谷歌框架和谷歌账号都可以用 对吧 只是Play商店不能用 这个商店也没什么广告 也挺好用的 我会更新到我的网盘当中 需要的话可以下载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这种解决问题的视频是最难做的 我没啥好说的 一键三连强烈推荐 多多投币吧 谢谢